这边有提供一个叫做改用IE物件下载 那所谓的IE物件意思就是说呢 我可以用什么呢 用VBA去呼叫什么 呼叫IE软件 但呼叫的方法不是用滑鼠去点开 是透过程式的方式 那我把什么 我把IE软件在我的什么 背后在程式的背后执行 那我只要怎么样 在背后把IE软件打开 并且告诉他说帮我连到雅虎的股市 那他会在程式里面就开起来之后呢 那开起来了 那你可以显示也不显示 那如果不显示的话 我可以要抓取 跟他讲说我要抓 那个浏览器里面的什么位置的什么资料 我就把资料通通都倒到那个所谓的Excel里面 这个可以改用IE物件来做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难度也相对比较高一些 所以这边也是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当然之前那个IE 就是没有用IE物件之前 大概会有几个问题 即便你可以下载 可是也是乱吗 OK 或者是说你根本连下载都没办法下载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但这个方式有几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怎么样把IE物件叫进来的话 你恐怕需要用到一个方法 在VBA里面提供一个方法叫Create Object Create Object意思是说顾名思义 我要把IE这个浏览器当一个物件帮我把它叫进来 也就是它帮你叫进来放在记忆体里面 你可以叫ABC也可以 然后后面固定的就是你要Create Object 什么Object呢 就叫做Internet Explore Application 顾名思义 如果以后呢 同样的方法 你要呼叫什么 呼叫你Windows里面的其他层次包含什么 Word 而且我同意说 老师我可以从Excel里面呼叫Word 然后把Word在背后帮我处理完之后 丢到Excel给我东西其实可以 呼叫的方法就是Create Object 后面就是什么 Word Application 如果PowerPoint也可以 或者说Outlook也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要Outlook帮我记信的话 你可以 可是Excel没办法记信 但Outlook可以 你可以什么 一样 Set什么 Outlook 等于CreateOutlook.Application 也可以 所以Outlook他也可以 在背后帮我叫起来 然后我就用Outlook帮我记信 你这样可不可以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 我们现在主要是把IE浏览器在背后执行 那单执行起来你需要做什么 一样道理 就像你IE打开 打开了之后 我就把什么的网址给他 所以网址给他的话 你必须利用这个物件后面有个方法 叫Namegate Namegate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我要帮我直接连到这个网址 也就是说我要连到水泥类骨 但是连过去之后的话 假如说我把这个网址 如果他后面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串接 把这个网址 其实他最后传过去的话 应该是等于水泥就好了 其实就这样 Ctrl C